我们有请朴玉之牧师出来给我们讲话语 我们读一下圣经话语 马太福音四章 马太福音四章一节开始读一下 马太福音四章一节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垫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者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服服败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丹药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 有天使来伺候他 我们读到这里 我们看圣经 马太福音的话 有耶稣受到撒旦试探的这样的时间 耶稣呢 来到这个世上 想要留下宝血洗击我们的罪 有耶稣来到世上 要做的很多的事情 但在做这些事情之前 耶稣呢 遭受了魔鬼的试探 因为耶稣进食了四十昼夜 不好意思 我的话 不太擅长进食 我呢 进食过几天 但是呢 没有进食过一周以上 我呢 不怎么想进食 所以呢 有的时候呢 我进食过四五天 但是再久的话 我就可能忍不住了 但耶稣的话 他进食了四十天 我觉得这不是一般的事情 我呢 只是进食过几天 所以呢 我呢 感受的并不是那么深吧 但是耶稣进食了四十天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他要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代替我们 代替我们的罪 要接受这样的罪的惩罚 然后洗净我们罪 我们的所有的罪 我们犯罪的时候呢 一般都是撒旦诱惑我们 然后 我们去犯罪 所以就需要信心来战胜 撒旦的这样的诱惑 我们呢 在跟随主的时候呢 可以在主日的时候 有这样的聚会 然后可以呢 去传道 也可以去祷告 也可以去救济贫困的人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为了做这些事情呢 我们一边做 我们肉体想做的事情 然后做这些事情的话 是不可能的 然后前不久的话 我们去了松树林 然后在那里进行了 野外的户外的礼拜 在那里呢 我们觉得特别的好 周边的环境啊 还有我们吃的食物啊 也都是特别的好 今天我们读的事情里面呢 我们看到 耶稣禁食了四十天 然后接受魔鬼的 这样的试验 试探 那耶稣的话 是神的儿子 像我们的话 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可能撒旦做工 也不会那么厉害 但是耶稣的话 他背负一个很大的使命 就是要洗净我们所有的罪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和使命 而撒旦呢 就想千番百计的 去阻挠 所以他 撒旦也是动员了很多的智慧 很多的办法 然后去诱惑 耶稣 刚才我也提到 我是不太擅长去进食的 我进食过几天 但是想到进食一周的话 我觉得真是不可能 十天也是特别的难 但是耶稣居然进食了四十天 有些教会呢 有些人呢 说他们也是学耶稣 然后进食四十天 然后说 但是中间的话 会吃点东西啊什么的 那其实真的不算是进食了 为什么需要进食呢 进食呢 是为了战胜肉体的诱惑 是为了 成就神的使命 所以我们呢 去有的时候进食 但我的话 真的是不太擅长进食 进食过四五天 从来好像都没有超过五天过 真的确实这个进食不容易 我进食的话 总是能闻到很好吃的这个食物的香味 所以很很艰难 耶稣呢 接受了撒旦的试探之后呢 也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在四十天的进食之后呢 撒旦就过来诱惑耶稣 想要使耶稣跌倒 所以呢 他对耶稣说什么呀 说你要是 神的儿子的话 你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吧 耶稣让石头变成食物是不 不难的 但是呢 确实他当时也是特别的饥饿 肯定是想要吃这个食物 但是呢 耶稣却战胜了这个试探 这是令我们非常感谢的 各位我们是软弱的 我们是不足的 我们也是不能够进食的 但是呢 我们跟随耶稣 然后与耶稣相伴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像我的话 去哪里聚会啊什么的 不是我自己决定 而是我们教会 有这样的几个牧师 一起商量 然后决定 然后呢 我就去了 这次呢 刚刚去欧洲 今天凌晨才回到韩国 然后呢 他们就告诉我 今天晚上 又要让我去印度 我去欧洲呢 传了几天的话语 特别的好 然后今天我 礼拜结束之后 又去印度的话 要在印度呢 进行三天的聚会 然后回来 我呢 有这个聚会的时候 我会准备这样的话语 有耶稣 然后也有我们 同样是有肉体 但是耶稣的生活 跟我的生活是 不可能是去比较的 各位想 如果牧师 有这个进食的考试的话 我肯定是不能通过的 为了做牧师 让我进食一周 大家觉得我可以吗 我觉得 勉勉强强可以吧 但是我心里面呢 真的就是 接受不了这个进食 我是很软弱的 各位 魔鬼的试探的话 真的是不简单的 它为了使耶稣跌倒呢 它动用了很多的方法 很多的诡计 所以圣经呢 也是记载了 耶稣接受试探的 这样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这里的话 三节里面写着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他说 你是神的儿子的话 你叫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吧 我想做的话 就可以做呀 我有什么做不了的 各位想 耶稣变 把这个石头 变成食物的话 一点都不难的 这试探的话 并不简单 在耶稣成就 救恩大业之前呢 他呢 首先接受了魔鬼的试探 撒旦呢 不仅是对耶稣做试探 有的时候呢 也是试探我 也诱惑我 然后想要把我的心 拽到世上面前 像我看到食物的话 该有多么动心呢 说你捣什么告啊 你赶紧去吃东西吧 有这样的试探 那耶稣呢 代替我们 战胜了所有的试探 然后他成为了神的 工人 然后呢 他做了 将世人 从罪恶当中 拯救出来的 这样的事情 从小呢 我对信仰是有 比较感兴趣的 所以呢 我呢 就去了早岛 当时的礼拜堂呢 是没有任何的 保暖的 这样的设施的 所以我父亲当时 也对我说 你呢 等天气回暖了 你再去早岛 但是我因为 当时犯了很多的罪 做了很多坏事 所以呢 我想要去 忏悔 所以我就去早岛 然后呢 有的时候呢 想要去忏悔的时候呢 也不敢大声说出来 所以呢 就趴在那里装祷告 然后等所有人都走光了 我才敢 在那里发声 然后去忏悔 然后我们看 马太福音的话 写着当时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进食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是可以变食物的 所以其实他是可以 马上做出来的 但耶稣却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如果耶稣变了食物的话 他心里面肯定是想要吃一口的 因为毕竟是进食了四十昼夜 撒旦呢 就是使用这样的诡计 想要用食物来诱惑耶稣 但耶稣呢 知道撒旦的诡计 所以呢 耶稣回答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他用智慧呢 就击败了魔鬼 而除了耶稣以外 这世上 虽然有很多的人 但没有一个人 是可以战胜撒旦的诱惑 然后没有去犯罪的 没有一个人是可以战胜的 在这里更重要的是 如今有很多教会 他们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 洗净了我们的罪 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但有很多人呢 在心里面 没能够得到罪得赦免 他呢 祷告说 主啊我是罪人 请饶恕我吧 有太多的人 在做这样的事情了 我们与耶稣 相视而做的时候 我们说 主啊我犯了这样的罪 我心里面有淫乱的心 我做了恶事 当我们想对耶稣 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特别令人惋惜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有罪 因为我们犯了罪 但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犯罪了 这是事实 各位当中 在这个世上 没有一个人是不犯罪的 都是犯了罪 但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圣经里面的记载说 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是洗净了我们的罪 是洗净了我们的罪的 但是如今有很多基督教 教会呢 他们经常说什么呀 说主啊我是罪人啊 他们觉得这是理所应 理所当然的 觉得啊 我是罪人 所以祈求柔 说没什么错 那耶稣呢 是特别不喜欢这个的 那耶稣说 我在十字架上钉死 是流了宝血 洗净你的罪呀 但是你还说 你是罪人的话 那是说我 洗罪 洗失败了 如今有很多教会呢 在主面前 哭着祷告 见识祷告 说主啊我是罪人 请饶恕我吧 这世上呢 没有比这个 更令耶稣痛苦难受的了 亲爱的各位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耶稣代替我们的罪 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然后无论各位怎么想 耶稣都是按照话语呢 他背负了我们的罪 然后洗净了所有的罪 使我们变得洁净圣洁了 所以当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 我们抚摸他手上的 被 手上的这个钉子的痕迹 主啊是为了洗净我的罪 而有这样的伤痕啊 他的腰上的 被枪刺 刺进去的这个伤痕也是 我们看着我们就说 主啊是为了我们的罪 遭受这痛苦的呀 真的是感谢呀 主啊 真的非常感谢呀 虽然我献不了我自己的生命 但是呢 我要献出我的人生 然后呢 侍奉 侍奉你 传播福音 我们需要这样去想 但是呢 耶稣虽然 定死在十字架上 洗净了我们的罪 但是如今仍是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呢 他们 祷告说 主啊 请饶恕我的罪吧 这个呢 并不是谦逊 反而是在 践踏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的功劳 如今 在座的各位当中 如果 真的还有人觉得自己是罪人吗 我们是都犯了罪 所有人都犯了罪 当然每个人所犯的罪 有大有小 有重有轻 每个人都是犯了罪的 但圣经 圣经里面明明说到 凭借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洗净了罪 特别是我们今天所读的 《马太福音》四章里面 当时 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 受魔鬼的试探 他见识四十昼夜 后来就饿了 那试探人的 进前来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耶稣是有能力 将石头变成食物的 那如果变成食物的话 他进食了四十昼夜 他肯定是有 这食物的诱惑的 想要吃一口的 撒旦为了让耶稣失足 为了让耶稣失足呢 他呢就说了这样的话 说你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吧 让耶稣做这个事情的话 他肯定是能 能变出食物的 你觉得我不行吗 我把这石头变成食物了 那变完之后呢 会怎么样呢 他就想吃这个食物 撒旦呢是这样的 去诱惑 但重要的是 耶稣是有智慧的 所以耶稣怎么回答 他说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是人活着是需要食物 但不是单靠食物 而是乃是靠神口里出的一切话 是靠着神口里的话 去生活的 圣经话语呢 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罪 而定死在石架上 留下了宝血 真正相信这个话语的人 说耶稣啊 为了我这肮脏 污秽的人 你留下了宝血 洗净了我们的罪啊 然后我们要想 噢耶稣啊 那个时候 你洗净了我的罪啊 这样的话 我的罪就已经被洗净了呀 为了我这样的人 耶稣你定死在石架上 遭受了苦难吗 这是正常的反应啊 如今呢 有很多的信徒们 都在那里说 主啊 我是罪人 请饶恕我吧 耶稣基督定死在石架上 是为了我们的罪 如果耶稣基督定死在石架上 也没能够洗净我的罪的话 那意思是 耶稣基督失败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相信 我们想要过上完全的信仰的话 无论我的想法 我的感觉怎么样 与这无关的 耶稣基督是 明明明的 分明的 是为了我的罪 而定死在石架上 洗净了我的罪 那耶稣 洗我们的罪 失败了吗 没有的 我们需要明确地知道这一点 耶稣真的就是 洗净了我们的罪 但还是有很多人 祷告说 主啊 我是罪人 请饶恕我吧 他们觉得这样的 信仰生活是好的 但他们这么说的话 就意味着 耶稣基督 没能够洗净他们的罪吗 他们不懂圣经 也是太不懂了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各位能听到这个话吗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洗净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的心 鼻血更白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就 我们白白地称义了 神在告诉我们 你的罪已经被洗净了 毫无代价的 我洗净了你的罪 神啊 耶稣啊 为了洗净 安三无会的 我的罪 您来到了这个世上 然后定在十字架上 洗净了我的罪啊 我是一个肮脏污秽的 这样的罪人 但是呢 主洗净了我的罪啊 真的是非常的非常的感谢啊 如今呢 还是有很多基督教徒 明明在圣经里面记载说 我们我们的罪已经被洗净了 但是还是祷告说 饶恕他的罪 他们是怎么看这个圣经的呢 耶稣为了我们的罪 定在十字架上 洗净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的罪比雪更白 我们的心呢 已经变成了比雪更白的 这样的状态 这次呢 我去 各个地区呢 欧洲呢 传福音 然后呢 传了福音 然后呢 从明天开始呢 会在印度呢 去进行三天的 这样的传道聚会 是由我们教会的 其他牧师呢 决定的 然后呢 他们在那边 已经准备了 这样的聚会 耶稣的十字架呢 我们要记得 耶稣的十字架 他写净了我们的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成义 圣经是这样写的 耶稣基督定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我们的罪呢 被洗净了 变得比血更白 神说 你的罪已经被洗净了 你成为了义人 你是圣洁的了 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 神的话语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神说我们是义人的话 我们就是义人了 各位不相信神吗 神会撒谎吗 神会骗我们吗 这是非常让我们 郁闷的 拿着 可以以后会消失的金银 这样的宝物是洗净不了罪的 只有凭借圣洁的 父神的羔羊 洗净我们的罪 主耶稣通过赎罪 洗净了我们的罪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赞美吧 祂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 他们也唱这个赞美 但是呢 都是形式上的 他们可能都不了解 其中的含义 刚刚唱完说 已经得到救赎的 这样的赞美 然后呢 就马上祷告说 主啊 请饶恕我这个救 罪人吧 这样做礼拜的话 神怎么能接受呢 我们的话 其他的我们 信不了也没关系 但是我们要相信 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 然后耶稣基督定死在十字架上 并没有 失去任何的意义 他成就了救恩 他确确实实地洗净了我们的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这是神的话语 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 定死在十字架上 但是我们还有罪的话 就意味着耶稣基督失败了 那真的是耶稣失败了吗 不是的 真的有太多的人不了解圣经 我小的时候 也是按照 长老教会的教会 我说我是罪人 但后来我开始读圣经 读一遍 两遍 三遍 十遍 二十遍 读着读着呢 我发现圣经所说的 跟我们教会是不一样的 说实话 我呢 并没有想过要当牧师 我只想原原本本地传播 圣经里面的神的话语 我们再怎么肮脏污秽也是 神说我们是义人的话 就是义人 义人是什么意思 是洁净的意思 是没有罪的意思 但人们来到教会呢 进食祷告 甚至进食四十天 然后说自己是罪人 祈求饶恕 但他们在做的是什么呀 是令耶稣非常伤心的事情 他们在做的事 他们在做的意思就是 耶稣没有在石架上洗净他们的罪 说明耶稣失败了 人们会问 说难道你没有罪吗 你没犯罪吗 我是有罪 我犯了很多罪 那你犯了很多罪的话 你难道不是罪人吗 耶稣基督洗净了我的罪 比头发更多的我的罪 现在变得比血更白了 这个是事实啊 这是圣经的话语啊 我们不是罪人了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付清了罪的代价 如果我说我是罪人的话 是在践踏耶稣基督在石架上的基业 有很多人说我们好消息 宣教会是异端 以前的有很多人说 现在的话基本上没有人说了 韩国教会呢 好像也在改变 如果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了我的罪 然后我还是罪人的话 那就是有问题了 我们悔改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在石架上的功劳 我们还说我们是罪人的话 这是在 侮辱 石架上的耶稣的功劳 是在践踏耶稣的功劳 有很多人就是不了解圣经 我们闭着眼睛读圣经 也要知道这是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 现在各位 圣经里面说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 叫他站在垫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 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又记者说 不可试探主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 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 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你若福福拜我 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 撒旦退去吧 因为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你的神 但要释放他 耶稣呢 用话语 击败了所有的 魔鬼的这样的诡计和诱惑 耶稣的话 钉死在十字架上 三天后复活了 当耶稣复活的时候 是结束了 所有的救赎 前不久呢 我去了南美 那里有天主教 天主教的神父 邀请我过去 然后我去了他们的教堂 他呢 当时要求我说 想要邀请 格拉夏斯合唱团 去那里演唱五十分钟 然后呢 他又给了我三十分钟的时间 去讲话语 然后我给他们的信徒 去传了话语 然后我下讲台之后呢 我就给世神父一直讲 我们的罪是如何被洗净的 然后那一天 这位神父呢 就得到了罪得赦免 非常的高兴 我回到韩国之后 他给我写了信 他说希望你再来 然后呢 再讲讲 这罪得赦免的 这样的部分 他呢 向着罗马的 教皇厅呢 去写了报告 说朴一之牧师来我们教堂 讲了这样这样的话语 能不能再邀请 再次邀请 然后讲话语的 然后教皇厅呢 就回复说 能够与 基督教新教 去进行交流是好的 你们可以再次邀请 所以呢 这位神父又邀请了我 第一天呢 有两千人来 两千人坐在那里 等着我 我给他们讲了 罪得赦免的故事 通过耶稣基督的 宝血洗清罪的部分 他们罪得赦免之后 觉得很感动 很感激 我们没有讲别的 我们都犯了罪 都是可恶的罪人 但是耶稣基督 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付清了我们 所要承担的 罪的惩罚和代价 而凭借 神的恩典 基督耶稣的救赎呢 我们就白白地称义了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劝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因为耶稣基督 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不仅是我们的罪 全世界万民的罪呢 都被耶稣洗净了 所以呢 神对我们说 你是义人 你是圣洁的 你是被洗净的 他白白地就对我们说 我们可以称义了 神对我说 朴玉珠你 你所犯的罪呢 已经被洗净了 你变得圣洁了 你成为了义人 这是我洗净你的罪的 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 如今的话 有很多的牧师们呢 教导他的信徒 去教会悔改 承认自己的罪 像我的话 以前也是这样的 但我发现 过了这样的话 过了一年 过了两年 三年也都是罪人 过了十年也是罪人 一直到临终的时候 都是罪人 甚至死了也是罪人 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情啊 他们也是读圣经的 圣经里面明明写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圣经在告诉我们这一点 因为神不是骗子 所以神说我们是义人的话 我们就是义人了 无论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 耶稣基督呢 救赎了我们 所以我们成为了义人 成为了圣洁的人 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 我们呢 真的我是犯了很多的罪 小的时候呢 我跟朋友们呢 就去别人家的水果园 偷吃水果 因为我当时呢 是上教会的 所以就算犯罪呢 也不会像其他人一样 随意地去采摘 像我朋友们的话 他们就随便地采摘 然后去吃 但我去采的时候呢 因为这个香瓜的藤子呢 如果我们去采的话 就会让这个水果园都受到糟蹋 所以我就算是偷东西 也是不会采这个瓜藤啊什么的 会比较小心翼翼 那确实我犯了很多罪 我发现我是一个肮脏污慧的人 但后来呢 我就开始读圣经 从创世纪开始读 然后读到立位记的时候 我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然后看立位记四章的时候呢 就仔细 很详细地就记载着 祭司犯罪的时候 该怎么去洗净罪 然后呢 也记载着全会众犯罪的时候 该怎么洗净罪 然后呢 就写着官长们犯罪的时候 洗净罪的方法 最后写着民中 民中普通百姓犯罪的时候 洗净罪的部分 我当时看着圣经 我就觉得 牧师为什么不给我们 讲这样的部分呢 我呢 在那里 画下了笔记 然后呢 我就在那里呢 就读圣经 看立位记四章二十七节的话 写着 民中若有人犯了 行了耶和华所吩咐 不可行的什么事 误犯了罪 所犯的罪自己知道了 就要为所犯的罪 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山羊 为共舞 按手在赎罪祭生的头上 在那宰番祭生的地方宰了 那这按手呢 就是把我们的罪过到这个 赎罪祭生的头上 耶稣到施洗约翰面前 想要受洗 耶稣想要受洗的时候呢 约翰一开始是拒绝的 说我应该到您那里 你反而到我这里来吧 他就说 你暂且许我 我们理当这样 紧珠般的义 这个时候 世上的罪呢 就过到了耶稣身上 那个时候 犹太人犯了罪的话 他们就会牵一只 没有残疾的母山羊 然后给羊按手的话 我们 他们的罪呢 就会过到羊身上 然后这个羊呢 流下血 死的时候呢 就要把这个血呢 涂抹在 番祭坛的四角上 为什么呢 是因为圣经里面 有这个记载 因为 犹大的罪是用铁笔 用金刚钻记录的 明刻在我们的 他们的心板上和弹脚上 那神呢 是用铁笔金刚钻呢 在 祭坛的坛脚上 记载了 我们的罪 而我们呢 在我们自己的心板上呢 就记着我们自己 所犯的罪 各位 现在的话 但是我看我自己的 心板上的话 是没有任何罪的 是因为耶稣基督 定在石架上的时候 承担了我所有的 罪的 惩罚 然后 使我 变成了一人 让我能够唱赞美了 说比血更白 施洗约翰 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 看到耶稣到他们那里 想要受洗 他一看呢 发现这是神的儿子呀 所以他说 我应当受你的洗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嘛 但耶稣 回答说 你暂且许我 我们礼当这样 尽诸般的义 所以约翰呢 在耶稣的头上按手 这个时候 世上的罪呢 就过到了 约翰的身上 在旧约时代里面呢 牵一只没有残疾的母 母山羊 然后 犯罪的人按手 按完手杀死这个母山羊的时候 就可以洗尽罪 那在新约里面 耶稣呢 到世袭约翰面前 世袭约翰一开始还拒绝 说我 李当 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嘛 然后呢 耶稣说 你暂且许我 我们李当这样进诸般的义 然后 世袭约翰呢 就按手给了耶稣 然后第二天呢 世袭约翰看到耶稣到他那里 他就说 看那神的羔羊 背负世人罪孽的 旧约时代里面的山羊 母山羊被 按手之后 会背负我们的罪 死一样 耶稣的话 也是 他承担了我们的罪 在世袭约翰按手的时候 世上的罪就过到了耶稣身上 然后耶稣为了这个罪而死 接受了惩罚 然后说 洗尽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 让魔鬼呢 到耶稣面前 想要试探耶稣 他说 你福福在我的面前 就将这万国的荣华 都赐给你 但耶稣呢 没有上这个魔鬼的当 他战胜了试探 然后呢 背负了我们所有的罪 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情 耶稣背负了我们所有人的罪 然后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罪呢 就被洗净了 我们就不再需要说 洗净我的罪吧 饶恕我的罪吧 而是因为 耶稣已经代替我们 定死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我们 需要感谢耶稣 耶稣代替我们 这背负了十字架 洗净了我们的罪 所以在马太福音四章里面呢 撒旦呢 希望耶稣 不去背负十字架 所以他呢 就一直在诱惑 试探耶稣 他首先叫耶稣呢 将 吩咐石头变成食物 要是我的话 我肯定会说 我难道没有这个能力吗 我赶紧把这石头 变成食物给你看看 这样的话 肯定会受到 食物的诱惑 但耶稣说什么呢 撒旦说 你可以吩咐这些石头 变成食物 然后耶稣回答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 所出的一切话 伤心的是 如今有很多 韩国的教会呢 说自己是罪人 那我们就要问 耶稣基督的宝血 是做了什么 我们是犯了罪 但是耶稣基督 在两千年前 接受按手的时候 世上的罪 就过到了耶稣身上 所以施洗约翰对他说 看到神的羔羊 背负是人罪孽的 意思是 世上的罪的话 就意味着是 所有的罪 无论是大罪 还是小罪 无论是了不起的人的罪 还是 不欺人的人犯的罪 这所有的一切罪呢 耶稣基督都背负了 然后钉死在了十字架上 所以无论我们 犯了什么样的罪 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背负了我们的罪 洗净了我们的罪 所以圣经呢 在告诉我们 我们的罪 已经被洗净了 圣经里面显着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成义 这是圣经在告诉我们的 各位要放下 自己了不起的想法 然后我们要看一看 圣经在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相信圣经的话语 才是真正的信心 一直以来以为 自己是罪人的人 各位耶稣基督 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祂是为了我们的罪而死 祂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所以我们不再是罪人 所以我们应该说 耶稣啊 在十字架上通过保血 洗净我们的罪 真的是感谢呀 有人唱赞美说 喜乐日 喜乐日 救诸洗净 我终遂你 这是多好的一个赞美呀 喜乐日 喜乐日 救诸洗净 我终遂你 我想 在座的没有人 没唱过这首赞美 甚至有些人唱的 唱过五百遍吧 说喜乐日啊 喜乐日 洗净了我救诸 洗净了我终遂你 我们这样唱了赞美 但是呢 很多人唱完赞美 回头就说 主啊 我是罪人 请饶恕我吧 明明唱了赞美 说喜乐日 喜乐日 救主洗净 我众罪孽 但刚这样的唱完赞美 祷告的时候呢 就说 神呢 我是罪人 使神都觉得很 让神都觉得 搞不清了 搞不清我们在想什么 圣经里面呢 圣经里面呢 明确地在写着说 因为世人犯了罪 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说我们没有罪了 已经洁净了 是圣洁的了 各位明白吗 神呢 不会区分说 穿好的衣服的人 穿差的衣服的人 个子高的人 个子低的人 了不起的人 不起眼的人 神都没有去看 只是按照耶稣基督的 这个宝血呢 就说洗净了我们的罪 拿着金银这些 可以消失的财物 是洗净不了罪的 凭借 神的羔羊 圣洁的耶稣 通过他的宝血 洗净罪 我们可以得到 圣洁 这是事实 各位不要动摇 我是犯了很多的罪 但是呢 耶稣基督 定死在十字架上 洗净了我的罪 所以我永远地 得到了 主的圣洁 如今还是有很多人 祷告说 主啊 请饶恕我吧 这样的话 是真的是在藐视耶稣 而这样的人 对我们说 我们是一端 我觉得这个 要说的话 就说我们是九段 或十段嘛 给我们什么一段 当然有很多人 是因为不了解 但我们准确地了解 圣经话语的话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 是为了我们 是为了洗净我们的罪 并且 洗净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的心 比血更白 这个圣经的话语呢 是比我的话 更加的重要的 是重要一千倍 一百倍的 各位需要去相信 主的话语 各位不要乞求饶恕 因为在十字架上 主已经接受了 我们所有的罪的代价 现在的话 我们真的是通过 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净了我们的罪 石架上的宝血呢 使我们的心 变得比血更白 被罪玷污的 我的心是比黑暗更黑的 但是 耶稣洗净了我的心 使我的心比血更白了 有这样的赞美 我们只要相信就可以了 这是神的话语 今天早上 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 耶稣基督呢 洗净我们罪 没有留下任何的 任何一丁点的罪 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呢 我们变成了一人 这就是神 向着十字架的旨意 耶稣基督留下宝血 死的时候 他的腰上 被枪刺的时候 手上被钉子钉的时候 因为他是因为 我们的罪而死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的罪呢 就被洗净了 我们的心变得比血更白了 从明天开始呢 就为期三天的这样的印度的聚会 然后今天下午呢 我会去那里 然后呢 回来 我说我们 这洗净罪的话 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做的 但如果我们说 我们还有罪的话 就是 侮辱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功劳 是 诋毁这样的耶稣的功劳了 各位知道 耶稣基督洗净了我们的罪吧 他 定在十字架上 留下了宝血 这个时候 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我们的罪就结束了 所以说 拿着金银这样的 将会消散的宝物 是不可能洗净罪的 但凭借圣洁父神的羔羊 通过他的救赎 我们得到了赎罪 我们如果唱这个赞美 还说自己是罪人的话 这个赞美就变成虚假的了 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的诚意 这是圣经的话语 圣经话语的每一个地方呢 都写着你通过 耶稣的宝血 可以洗净罪 这是在圣经里面 写得很明白的 耶稣基督定死在石架上 洗净了我们的罪 使我们的心变得比血更白 我们要赞美它 耶稣基督的功劳呢 并不是徒劳 不仅是洗净了我们的罪 连我们自己的孩子的罪 我们子孙的罪 都洗净了 这是一个喜乐的消息 好消息 撒旦欺骗了幕会者们 让很多幕会者 教导他的信徒 说自己是罪人 要祈求饶恕 但当他们站到神面前的时候 他们能说什么呢 各位我们不再是罪人了 我们确实是犯了罪 但是耶稣 钉死在石架上的时候 洗净了我们的罪 我们又犯罪的时候也是 这所有的罪呢 已经是被耶稣背负了 洗净了我们所有的罪 然后呢 耶稣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如今却蒙神的恩典 因基督耶稣的救赎 就白白地成义 我们要记住这个话语 神对各位所有人 说姊妹啊 你变得你是义人了 弟兄啊 你变得圣洁了 耶稣洗净了你所有的罪 所以你是洁净的 你是圣洁的 你要在神面前感谢呀 希望各位呢 不要再去祈求饶恕 说洗净罪 我们反而是要感谢 感谢神给我们赐下的救恩 我们这样的话 会成为神莫大的喜乐 非常感谢 今天聚会到此为止 请不吝点赞 订阅